我们知道,这几年中国无人机在国际武器市场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。 这其中就以中国推出的彩虹系列无人机和翼龙系列无人机。 这两款军用无人机,可以说占据了很多国家的武器市场。 即便是美国,也无法在无人机市场上撼动中国的地位。 根据媒体统计,目前,中国的军用无人机,已经先后销售到沙特、阿联酋、埃及、约旦、巴基斯坦等几十个国家,显示了良好的作战效能。 因此也赢得了很多国家的信赖。 但是,最近一则讯息,确实让国内很多居民感到困惑不解。 根据英国检视防务周刊,日前报道称,约旦空军官网,6月3日释出宣告,表示将出售一批军机。 其中包括6架去年购买的中国彩虹四壁无人机。 检视防务猜测秤,约旦之所以建架处理从中国购买的彩虹四壁无人机。 是因为约旦军方对这款无人机的相关效能不满意。 英国人这次说得有板有眼的。 再加上约旦军方确实在处理这批无人机。 注视让很多网友担心。 不过很显然, 很快就有媒体出来打脸了。 根据媒体援引相关行业的讯息员透露, 约旦这次转卖武器, 跟武器效能没有任何关系。 主要是约旦最近经济遇到了困难, 为了渡过难关, 无法继续使用这批飞机, 因此决定将这批飞机转售给其邻国。 更重要的是, 这回约旦转售的武器, 并不光有中国的彩虹4无人机, 此外还有美国的C130运输机, 和英国的霍克63教练机等等型号。 如果说对视对中国彩虹副次必无人机效能不满意, 那么其他的武器怎么说? 难道也是因为效能不行吗? 检视防务这次不负责任的造谣, 再一次见证了中国无人机, 在国际武器市场上的优势地位。 很明显, 中国武器的口碑, 并不会因为个别境外媒体的一次捕风捉影而受到影响。 毕竟逃离不言下自成期, 中国无人机在战场上什么表现? 相信购买的国家自己心里面都有数, 事实上, 这次约旦转手的彩虹四臂无人机, 在战场上可以说相当亮眼, 而最有发言权的应当是约旦的一个邻国伊拉克。 伊拉克新政府在有美军驻扎的情况下, 坚定地采购了中国的彩虹副四臂型无人机, 而这些无人机在打击武装分子的时候, 也展现了良好的作战效能。 根据伊拉克方面的披露, 伊拉克先后使用这批无人机组织了多达260次袭击。 可怕的是, 这些打击作战中, 其成功率达到了令人惊叹的100%, 可以说已经做到了极致优秀了。 伊拉克方面对于这款无人机相当满意。 根据媒体报道, 2015年的时候, 伊拉克刚刚装备这款无人机之后, 伊拉克的国防部长亲自前往该无人机的基地进行视察, 并指挥一架中国产彩虹副四无人机进行打板测试, 并准确命中目标。 他表示, 伊拉克购买的彩虹四无人机系统已经形成战斗力, 将参与政府军打击极端主义恐怖分子的行动。 在去年的时候, 约旦高调展示了从中国引进的这款彩虹, 负四B无人机, 从而让中国无人机客户在下一城。 而在更早之前的2015年的时候, 美国就曾经呼吁国会, 要求尽快批准美国向阅读那出口捕食者无人机。 但是即便如此, 中国依然拿下了这个订单。 虽然媒体没有透露, 美国是否最终批准了相关的出口许可, 但是很显然, 事实证明, 中国已经成功拿下了这个订单。 事实上, 即便美国最终批准了向约旦出口的相关许可, 也很有可能无法跟中国的彩虹, 负四B无人机相竞争。 根据国外媒体称, 彩虹负四B无人机的总体, 使用成本低于主战坦克, 特别适合发展中国家使用。 而相比之下, MQ-1无人机的单位造价为403万美元。 这种综合能力的竞争之下, 只要竞争环境公平, 美国的捕食者, 基本是没有任何胜算的。 当然美国决心用下三烂手段来阻挠不算。 目前还有一个重大的疑问就是, 这次约旦会将这批无人机卖给哪个邻国? 根据媒体分析, 极有可能是伊拉克。 事实上, 在历史上, 约旦就曾充当二道贩子, 为伊拉克装备升级天专家啊。 在两一战争期间, 伊拉克就曾通过约旦作为中间商, 从东亚某国引进了大约80架歼期。 这些战机成为拦截伊朗空军的F-4、F-5、F-14的中流砥柱。 更重要的时候, 目前, 约旦周边各国中, 已经拥有彩虹副四无人机的国家。 伊拉克就是其中一员。 因此, 在伊拉克需要打击极端武装分子的情况下, 再次向约旦求购这款无人机, 显示了对这款飞机作战效能的认可和信赖。 是有彩虹剧。 , 有彩虹剧剧磨石。 我评论了对这种飞机。 因为我会看的是只要是要停 skulle剥的, 这种飞机有这样。